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9月13日下午,37岁的苏醒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一则动态 称有一个同行工作很无趣,并觉得自己工作太少了 在线呼吁谁有活儿,赖带我,公开发文找工作 同时,苏醒还晒出自己的简历,称他很喜欢音乐、舞蹈等 也擅长中英文,甚至还列出了粉丝数量与搜索浏览次数 一般来说,这些都是明星助理的工作 苏醒这样晒个人资料,可见他确实很缺工作了 另外一张照片中,他自嘲到作品太多,君不红 但可唱歌,可演戏,主要优势,便宜 虽然没有爆出具体的片酬,但从便宜两字可以感受到 他的出场费不会太高 网友们看到这条动态后,纷纷调侃道 我是来晚了,还是你胡了 苏醒则是无奈表示自己是胡咔了 还称是盲目的自信,让他一步步走到今天 字里行间看起来都特别可怜 甚至还有网友在评论区爆料 称苏醒的新节目,因缺钱停录了 如今苏醒已经37岁了 他曾在2007年参加快乐男生 以全国第一名的好成绩出道 这些年一直在坚持创作 曾经人气也非常高 苏醒事业跌入低谷,似乎与打人事件有关 他在最红的时候,因看到女友与其他人的私密照 而十分生气,冲动之下打了同行 随后被公司血藏,从而沉寂了很久 如今苏醒很少在活跃于荧幕上了 前段时间他还公开发文催债 甚至还放下狠话 苏醒在音乐上还是很有才华的 希望他今后在工作上顺心如意 也期待着他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